R600的功能 大家好,我是阿果 今天幫大家介紹新的R600的功能 它多了一個一鍵救機的功能 這對新手來說很好用 它現在多了功能的按鈕開關 觸碰開關是在這裡 油門的上方這個開關 這個開關你只要按下去以後 它飛機自己會平穩、打穩 然後它會彈旋 然後會朝著你的發射的方向回來 發射的方向回來 然後回來以後 增加飛機的辨識度 還有救機的機率 它裡面有新增電子羅盤的功能 它飛機你只要飛到明像 你只要把它按進去 長按之後它會出現嗶嗶嗶三個聲響 它飛機就會自己會飛行 然後它會盡量朝著你的發射的訊號飛回來 增加飛機的救機率 OK,那我先幫大家示範 你只要動一下搖桿它就恢復了 然後我們再示範一次 然後我們再示範一次 你只要動一下搖桿它就恢復了 好,準備,按著 好,那飛機就會慢慢地朝我們這個方向飛回來 我們看到,飛回來 好,那我現在 好,那我現在 我先把飛機飛出去一點 好,那我現在 按鈕按下去 好了 你看 飛機 慢慢地 自己飛回來 我們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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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dall 好 大家都 번 пок 第一次,這一台是美國手的R600 非常好飛,非常適合新手 那基本上它是摔不壞 但是整個都是EPP的材質 而且它的重量很輕,它才60克 含電池才60克,非常輕 好,現在為大家示範 單手就可以飛了 單手 好 那飛機非常護 單手就可以飛了 有沒有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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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